2022-2023赛季播出乒乓球冠军联赛第二阶段小组赛重燃战火 在德国新军沃尔姆俱乐部和波兰近律甲乌多沃俱乐部的较量中 前者拥有莫雷加德、张本志和和奥特洛夫三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高手 却仅以3比2险胜对手 甲乌多沃的头号男单亚库布迪亚斯 继去年世拼赛击败张本志和之后 本场比赛再度暴龙取胜 可惜空函两分未能主场吃掉强大的德国豪门 第一盘的比赛 德国的沃尔姆派出了休斯顿师拼赛的男单亚军瑞典星星莫雷加德出战 迎战甲乌多沃的波兰一哥雅库布迪亚斯 莫雷加德在先世二级的情况下 顽强追至决胜局 又在雅库布拿到盘点之际再度追平比分 可惜在决胜局抢六的拉锯战中一球告负 最终莫雷加德2-3 5-11-7-11-3-5-6 报了输给了雅库布 第二盘比赛 世界排名男单第二位的张本志和代表沃尔姆登场亮相 对阵甲乌多沃的丹麦外员格罗斯 张本志和全程占优 非常轻松地以3-0-11-71-71-7击败格罗斯 为沃尔姆俱乐部颁平了比分 关键的第三盘比赛 沃尔姆俱乐部由2017年世界杯男单冠军奥卡洛夫出战 对手是甲乌多沃的日本球员小西海伟 奥卡洛夫经历了5局熬战 3-20-10-21-88-11-11-46-2 逆转了小西海伟 尽管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的奥特洛夫贵为世界冠军 也是多次代表德国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男团的绝对主力 但是对手小西海伟利用纸板技术上在前三板的优势 一度取得了2-1的领先 小西海伟原名宋海伟 最早在河北乒乓球队 后代表日本男队拿过一届世拼赛的男团季军 如今已经40岁仍然保刀不老 活跃在职业联赛中 第四盘的比赛张本志和对阵雅姑姑 爆冷不敌雅姑姑 只不难担64强的 本场比赛也是张本志和的复仇之战 可惜旧仇未爆又填新仇 张本志和上来就输0-2 随后顽强追平 决胜局还是功亏一篑 以2-38-11-11-11-91-63-6再负雅姑 波兰的雅姑姑本场比赛连续打满两个五局大战 均取得了胜利 而且对手都是世界排名前五的张本志和和莫雷加德 显示了不俗的潜力 决胜盘的较量显得悬念不大 乌尔姆的莫雷加德和贾乌多沃的格罗斯二次登场 莫雷加德显示了居高一手的实力 以3-0-11-83-11-1-8击败了格罗斯 为乌尔姆艰难道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本场比赛贾乌多沃的雅姑姑独得两分 可惜队友没能拿到一盘胜利 对于国平的头号强敌张本志和尔炎 欧洲选手凶悍的中远台相识 仍是他难以逾越的门槛 希望通过本赛季代表乌尔姆参加得甲和欧冠比赛 找到对付欧洲选手的两侧